满分拳雷打 老学员都知道,师父是继前几年虽然吸气很费力,但是精神是很好的,他总是说别看我病得苦哈哈的,但内心非常快乐。 大家都知道尝师父最快乐的是什么,就是找到真如老师。 师父一点也不担心要暂时离开,反而很高兴可以早点换个更好的身体,早点交接给真如老师。 师父很希望大家能够快点得到真如老师的教导,因为那将会使修行徒飞冷静。 常师父心中想的就是要快点让所有弟子们得到利益,所以他非常非常高兴。 常师父也知道大家一开始可能不容易接受,所以他选择到大陆世纪,一方面表示正式交接给真如老师,另一方面也是祈愿佛法能在汉土大红。 师父相信他的弟子们一定能领会他的用心。 师父最后在园区见大家的时候,让逝者推着他绕一圈,并说了一句意义深远的话,满分拳雷打。 当时师父神情非常非常高兴,眼神仍然一如以往炯炯有声,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,我就在现场,师父就从眼前经过,那年我见过师父好几次。 我永远难忘这最后的见面。 我深深地体会到,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,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 他大棒一挥,郑重红心地打出满分拳雷打,绝无偏失。 绝无一点点偏失。 他深度地评估过了,这样的安排对我们最好,那是他给我们非常非常珍贵的大礼,用他所有的生命给出来的礼物。 所以,有些不肖的弟子,只因为接班的结果不如自己预期,就对师父失去信心,再胡说什么师父老了,糊涂了来安慰自己,欺骗他人,这实在是太罪过了。 他们根本不懂师父。 他们根本不曾真正了解过师父。 我奉劝那些还号称自己是师父弟子却处处破坏的人们,你自己好好回想与师父的一切经历吧,你真的觉得你认知的都对吗? 愿师父加持你。 至于外界,我们师父确实是做了这个让大家一下子不容易接受的决定,这真的是他做的决定,这个决定做好多年了,不是世纪前突然决定的。 所以,我们必将遵照加施一训,这是不可能改变的。 常师父一生总是在进行创举,最后结果都证实他的眼光没错,在接班人这件重大事情上,他再度地展现了他的大智慧大无畏,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。 所以,请那些跟师父一点都不熟,也不认识真如老师的人,不要在这类问题上再做文章了,那很缺得呀。 请把心思从仇恨中移开,共同来做点正面而有益社会的事吧。